一日清晨 杨国基于从小积累的内力 遭此劫难竟生生强忍活了下来 断臂在旁已经流干了血液 乃费尽全身力气埋葬了自己断臂 正是秦华独右发作 以为自己就要命丧于此 呼闻林间鸟鸣大作 乃偷偷摸上前置查看 眼前赫然是一头大雕 那雕身形甚聚 比人还高 双腿稀粗 行貌丑陋之极 正与一只巨蟒缠斗 那神雕忽战忽退 未料巨蟒突然之冲 死死缠住神雕脖颈 眼见着千钦一发之时 杨国不忍冲锋住他 却被巨蟒摔尾击飞数十米 乘此间隙 神雕寻得机会反攻 双脚掀住舌头七顺 一肩船在蟒头戳着 那毒蟒全身扭曲 翻腾而死 杨国搭谢神雕救命之恩 未让这神雕似乎听的人语 名声之中 甚有友善之意 见杨国左臂一段 取来这巨蟒舌难语之 杨国恭敬不如从命 强忍生惊 生吞了下去 一时两眼一黑 醒来之时 却是已在一山洞内 血气已然顺畅了不少 这山洞之内陈设有序 又有十台十凳 杨国疑惑神雕别有主人 神雕却将杨国引致一石壁钱 赫然念叨 于纵横江湖三十一载 杀尽仇寇 败尽英雄 天下更不敌手 无可奈何 为隐居身 以丢为 故乎 生平求一敌手 而不可奈 成绩了 难堪也 剑目 独孤求败 杨国出尽精且配 一体会到了其中寂寞难堪之意 乃贵地 败了四败 缅怀前辈封裂 不禁神网 而郭靖热兵 郭夫犯下滔天大祸 黄龙将女儿带至郊外 赞必圣怒的郭靖 这日神雕带杨国到一悬崖 要将杨国引去悬崖下面 互往谷底俯冲而去 杨国虽断左臂 却也是强忍剧痛 攀毙网之 估见谷底赫然显露 剑肘二字 俯开脚下尘土 赫然显现三个石棺 一剑寒光线人风云笔 一把沉重磅礴 大小出弓 第三把却赫然只是一把桃木剑 草木竹石 君可为剑 自此净兴 剑进于无剑生有剑之境 杨国恍惚独孤求败武功 早已是登风造枝之境 剧雕取剧剑 与之势手 杨国比划几招 却是剑身太重 面色吃力 两眼一黑倒地不齐 醒来又已身处山洞内 雕又与蛇胆替杨国医治 再唤杨国比试武艺 玄体中间非比寻常 刚上手的杨国非常吃力 神雕似乎是将杨国 当成了当年相伴的独孤求败 而杨国又何尝不是忧郁知己 生平出于小龙女相互依恋之外 竟无一个知己友好 这二人虽是一人一勤 不知如何 竟是十分投缘 乃与神雕日夜习舞 一日半夜 杨国睡梦之中 却被神雕唤醒 被其野入一身骨之中 忽然云遮住圆月 阴森之气四处爆炸 杨国发现情况不对 正欲离谷 神雕却故意于谷口阻拦 似乎有意让杨国在谷中试炼 忽然谷中狂风大作 杨国瞬间站立不稳 急卷之处飞沙走时 杨国翻身以巨剑阵地抗风 却依旧不离连退数十米 估界巨目连根拔尺冲天而去 杨国艰难撑到谷口 却又被神雕撵了回去 杨国虽不平所以 值得默默忍受失恋 而小龙女这边 尼之平照着境界小龙女这般模样 恍惚已是失了神志 二人躲又躲不掉 打也打不过 这般日夜折磨 左右也是个死 不如来个痛快 但决心向小龙女请罪 却也不想做个饿死鬼 赵尹二人来到客栈赴烟 事半这顿就找小龙女赴死 忽闻隔壁坐着金轮法王 内心不由得紧张几分 空气中渐渐弥漫其杀气 尹之平终究是忍受不了 拿剑要小龙女杀了自己 小龙女却依旧冷冷置之不理 仿佛空气一般 尹之平乃欲自吻而谢罪 忽然金轮法王以茶杯袭来 将尹之平手里剑打落 上来质问杨国下落 这小龙女遭受感情背叹 辛辱死灰甘愿赴死 金轮法王却拍手称快 正要了结气之时 周不通忽然出现 金轮法王不知此人深浅 也不敢随便动手 值得眼看二人寒暄 周不通忽然取出忽必烈王奇 说是要送给郭敬做礼 法王猛去一惊 暗想此事可十分糟糕 霍都大怒上来教训 交换了几招 二人忽然两掌相撞 霍都顿赶排山倒海之内力 面目强忍难耐 法王赶紧上相助化解拆招 尚不得胜得周不通半顶上风 哪还敢继续打下去 以计将法与周不通打赌 讨回王奇请其来偷 周不通最不能受人之机 越是难事越是要做到 当即拔下王奇与他 随后带着小龙女离开 法王施得小龙女与尹志平隔阂 又十二人去忽必烈大营 预测法二人 忽必烈李贤下师 设宴款待 尹志平虽然念中大错 却还有几分骨气 对忽必烈的拉拢 满是冷眼 赵志敬却显得尤为热情 尹志平借赵志敬投帝之心 乃大怒愤然离去 这时法王前来要与赵志敬结盟 助他成为全人教主投缘 唯有靠着周师叔祖提拔 乃让赵志敬前去通风报信 将这王奇藏处告知 定能取得周伯通的信任 刺激谋取全人教教主之位 说到赵志敬与法王密谋陷害周伯通 暗自前去小镇上求见 欲将王奇藏处告知周伯通 骗取师叔祖的信任 谁知周伯通不但并不领情 反而将之赶走 碰得赵志敬满脸是灰 见周伯通的脾气古怪 捉摸不透 只好随之前往蒙古大营 另寻机会 烛光映照的蒙古帐内 赫然一身影上蹿下跳 翻箱倒跪 周伯通连入树营帐 却未见半点王奇身影 一眼望着无树营帐 竟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 周伯通郁闷的如孩童闹息 一种与高龄不腐的俏皮散发出来 赵志敬本想再次告知 却又被拒绝 乃至此事不可直言 令师叔祖师的颜面 故事一诈引用之 最有点是到秃头山那边去 哈周伯通不识此地 无银三买两 还反复强调 周伯通反射弧不要太长 数秒后才眼睛一亮 暗中跟着赵志敬去秃头山 赵志敬不消回头 自然也是知道 按计划将周伯通引入山洞 周伯通小心翼翼探入 赫然见王奇扑在尸胎之上 大喜取之 谁知手刚触到王奇 五彩雪蜘蛛突然猝不及防 死死咬住周伯通 吓得他大叫逃出洞来 金轮法王借继承 也现身大笑 恍然赵志敬竟然背叛自己 欲清理门户时 却是诸都发而难站立 气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眼看金轮法王要了结周伯通 以白衣女子飘然出现 正是小龙女 叮铃铃一阵轻响 金灵软锁飞出 法王赶紧翻身躲之 趁此间隙 小龙女赶紧飞起周伯通 往洞里去 这时法王已取出金轮袭来 小龙女微声赶紧飞身避之 又见金轮法王要攻进洞来 赶紧飞速许来梅预风针 击之 未料法王举轮一挡 预风针正好反弹刺中中不通 法王也被击的 连后退数十步到洞外 正要再攻进去 却又收回 他数日前攻进山洞 足底为兵货因针刺杀 险些送了性命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值得洞内等二人出来 洞内小龙女以树枝 剥开五彩雪之珠 取下重的预风针 未料周伯通竟说 重针输上不少 似乎风毒正是那毒株的可行 由已毒共毒之效 周伯通一针不过瘾 又想再来一针 可是我身上 一封针都用完了 啊 你的针都用完了 洞外照之静听闻 鼓速法王进洞 去杀了周伯通 否则自己自然性命不保 而金轮法王自然不会理会 他不知二人信心 不信天下 竟有人会自暴其弱 假之他日前在山洞内 种了羊果之计 竟自十二分的郑重起来 更是在洞口 藏扶下更多的五彩雪之珠 执欲将二人逼死洞内 周伯通正在洞内逼毒 半闪后 忽见洞门已满是蜘蛛网 法王赵志静正在门口哭等 忽然传来尹志平 会忠难善而去 赵志静担心 其告密自己投敌 孔玉接地全真教掌门之位 他自己计划功亏一篑 乃先急匆匆离去追之 而周伯通集中精力 逼出毒血之后 有所好转 二人交换往事 周伯通要教小龙女左右护博树 欲一试小龙女资质 取来两只枝条 要她一手画圆 一手画坊 为了小龙女第一次做 就会了娘太礼的本事 让周伯通吃惊不已 乃前行教她左右护博树 这其招指在分析二用 周伯通教她如何左攻右手 怎生右积左拒 和双俭合璧 由一曲通工之妙 这时周伯通诸突发作 痛得倒地不起 小龙女情急牺牲一计 取来一壶蜂蜜 将无数蜜蜂引起洞来 冲破了这五彩雪蜘蛛网 二人冲出洞来 阵营上法王与小龙女二人 小龙女以左右护博树 一一第二 左手是自己 右手是孤儿 打得二人占不得半顶上风 这时小龙女以御蜂树 换来蜂群 金轮法王眼见吃亏 反正周伯通已中毒 丢了性命是早晚的事 乃换达尔巴走为上策 忽然周伯通诸毒又发 恍惚蜂蜜与诸毒相克 乃换小龙女以御蜂树 控制凤军将自己遮得面无完肤 却是畅快至极 小龙女乃词别周伯通 往中南山谷牧去 杨国知道在山谷中练了半日 尽力以托有自尽 操戒毫不费力 不由得诱军诱袭 也当学一学独孤前辈 将来以此剑术 打得天下群雄束手 乃翻来独孤求败 圣前埋藏之久 一人一雕彻夜对隐 宛如隔屎之交 可婚眼看着右臂断舌之处 不禁对郭夫满是怨恨 第二天乃刺别的神雕 趁着夜色潜入襄阳郭府 监视着郭家上下一举一动 见黄荣偷偷带食物去见郭夫 未料郭靖跟在后面 发现郭夫藏身之所 正听见郭夫大言不惨 郭靖大怒破门而入 想教训女儿 却被黄荣偏忽 郭靖心里满是无奈 接回郭夫回郭府后 郭靖来到杨康之邻位前上香 尽数愧疚肺腹之焉 暗中杨国听得一字一句 不禁几分感动 郭靖心里始终不是滋味 在独自去找郭夫 却不打不骂 烦到语重心长的耐心宽慰 向当年郭阳两家 翻带约约告知 杨国在屋外听得一字一句 郭家确实是欠下杨家太多 这时傲慢的郭夫 也表现出少有的愧疚 这时郭靖忽然拔解相向 将欲砍下自己女儿之手 一声正直的郭靖 面对女儿也绝不寻思 眼见就要大意灭亲之时 黄荣突然从窗外冲出 人味道棒先行 刷刷刷连锦三棒 都是打口棒法中的学招 忽然兰花扶学手点住了郭靖 心爱的靖哥哥一时动弹不得 黄荣乃将他在榻上安置 黄荣带郭夫逃到镇上保护 乃打算将他送去桃花岛上 陪那瞎了眼的柯公公 如果他向郭靖求求情 兴许可以保住自己双手 郭夫眼见哭得痛红 念及左板扔自己心有余辜 黄荣到了与郭夫分离档口 乃出去替郭夫买些干粮 到了那卖苹果的蛋子前 正想掏出银子付钱 忽然见李莫愁突经于死 手中抱着大红强宝 正是自己的香儿 乃跟踪李莫愁而去 行至密林 却被耳间的李莫愁发现 乃现身笑脸相迎 假装问这女婴来历 一探叙失 却不知李莫愁 竟以为是杨过小龙女所生 黄荣虽善于作为 听他这般羞辱 信中大怒 却又立刻趋于平静 李莫愁正要交出 却又收手 恍惚他要替杨过抢回孩子 乃赶紧急步离开 黄荣忽然竹棒已在手 竹棒已使缠字绝瑞席 只想多纳怀中强宝 棒法快速无伦 六七刀一过 李莫愁一赶招架为难 乃顾己重施 却是将郭湘 往打狗棒迎上去 惊得黄荣只可自拆招法 黄荣难以胜之 乃故意激怒李莫愁 要他放下郭湘于树下 两人光明正大 一决胜负 李莫愁功力深厚 扶持上招数变化行为 但对方的打狗棒法 实在奥妙无比 李莫愁四级突失冷剑 数十枚冰破银针齐发 黄荣翻身躲之 李莫愁难以胜得打狗棒法 故意激纳黄荣气场取短 以五毒神掌 回黄荣落鹰神掌 二人掌机快戎过风 交换数十招后 李莫愁又突失两枚冰破银针 直接击中黄荣腹部 更是飞身袭来 狠狠将身 抬进黄荣体内 忽然掌肩一疼 赫然两枚真空显现 竟是中了自己的冰破银针之毒 临死反扑 要先了结黄荣 却是毒法倒地不起 这时黄荣悠悠起身 李莫愁恍然大悟 自知自己要命丧于死 却也不求情 只求那黄荣好好带那锅香 母性爆发 眼眶泪光流转 黄荣一时一正 心想李莫愁一生杀人无数 却为了如此真心对待国乡 乃故意试探李莫愁 取来冰破银针之解药 要他带婴儿和自己性命取舍 黄荣门之将国乡身事告知 见李莫愁倒有几分真情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乃将那解药送于李莫愁口中 转身正要去报回国乡 却见那大树底下空母一人 一时间如入冰枯 恍惚一想定是杨国为之 料想大事不妙 国父此时恐有危难 乃赶紧回到镇上救国父 却是为时已晚 杨国冷冷的找到国父 他此时若要斩断他右臂 时势一如翻掌 但事道林竟然下不了手 国父更是不知好歹 拔戒相向 杨国只哼得冷嘲一声 挥出右臂 空袖子已裹住了他长剑 向外甩出 国父哪里还拿捏得住 长剑脱手 一时间下腿软 回身定睛一看 剑静已弯的 便如一把虚齿 杨国也不杀之 携郭乡静之远去 而黄荣等人回来接到国父 见与人无恙安心下来 料想杨国定会回去中南山 乃于一起往中南山去 而五三通三父子 为救杨国偷偷前往偷取解药 未料 裘千尺早已设下埋伏 于网镇将三父子团团围住 好在绿鹅案中相助 假装重案起而倒 于网镇破一出口 五三通三父子才得以逃脱 原来那天猪大师一行人找解药 竟在绝心谷中了裘千尺埋伏 朱子柳和天猪大师被抓 关在绝心谷的地牢内 好在绿鹅被救杨国暗中相助 趁着送饭间隙 朱子柳请求绿鹅取来情花 好让天猪大师研制解药 绿鹅身在屋内正思考对策 裘千尺前来发现了绿鹅心思 劝他忘记杨国 绿鹅一时若有所思 而这公孙子被踢出谷外 却依旧色心不改 暗中发现耶律骑一行人 见那耶律验完颜萍 姿色超群 馋得口水直流 趁着完颜独自洗面之时 偷窥大汉忽然从草堆钻出 吓得完颜萍连马后退 为什么形影孤单这么寂寞 不如让在下陪陪你吧 言霸乃上前上下亲手 完颜萍不敌 一时又凶又气 这时耶律骑也赶到 三人想教训公孙子 这都不是他的对手 只好赶紧掏走 那公孙子也只朝那完颜萍追去 这时大午小午赶到 二人出有英雄救伪之亲 却是武艺父亲 公孙子将三人打倒在地 要以三人性命逼二女就范 正在洋洋得意之时 五三通黄农等忽然来到 公孙子死到临头却不知 反而兴奋的大笑起来 看来我公孙子今天桃花运到了 竟然一天当中 让我遇到这么多的大美人啊 得知二人身份之后脸色一变 翻身离开之际 也不忘飞出暗器 只许郭夫 叶绿齐眼尖飞任抵挡 众人来到客栈一起果腹 得知杨国断手之势 皆感慨不已 所有人乃决定 一起上中南山找那杨国 这时赵志敬刚赶到山上 呼闻月声响亮 倒是吹声激性相迎 竟是尹志平要接替全真教掌闻 正要将阻止此时 谁知他竟得到五位师尊批准 一时又是气恼又是限度 值得将满身怒火发泄到土地身上 呼闻蒙古使者到放全真教 肖香子带来蒙古圣旨 却遭赵志敬背道主张接纳 全真妻子也纷纷叫嚷起来 一时间吵得不可开交 见尹志平决心赶走蒙古人 赵志敬忽然眼神犀利 话里有话 明要以他练小龙女之事相逼 尹志平未知一正 独自回到单方 知道赵志敬受此挫折 绝不甘休 不如一死了之 忽然拔前四文 赵志敬破门而入虎之 寻寻隐忧 只要那尹志平将掌门之位传于自己 尹志平刚将此事托出 全真教内众人一片哗然 似乎其中有难言之隐 可尹志平力压群众 全真妻子哀怨才得以平复 谁知赵志敬刚任掌教 将立马过河拆桥 答应了蒙古人接纳全真教 尹志平登时大怒 李志敬等相互使得眼色 刷刷几声 常见出动 将那赵志敬声声勤住 谁知萧香子趁机忽然出手 接着袍袖一扶 双掌齐出 飞人四处袭来 将身边四名全真大弟子一起扔开 只将那赵志敬趁机脱身 这时全真妻子分成两拨打斗起来 左穿右插 虚实护翼 整个三清变乱成一团 那蒙古人自然是趁着内侯 帮那仇靠自己的赵志敬 渐渐将尹志平等活活抓住 赵志敬见骑虎之与已成 狠心要在三清神像前除去众人 立刻逼他徒弟陆京赌 先杀了余道贤 可正当了结尹志平之时 这个人让我杀 众街寻声望去 正是小龙女 赵志敬赶忙发号施令杀之 两弟子冲上前去 忽然眼前陡然寒光闪动 便再无知觉 萧香姿尹克喜也联手 只娶小龙女而来 那宿山却身心一闪 避开二人 直奔赵志敬去 千军一发之际 赵志敬竟以徒弟做挡箭牌 可怜 杜心堵走狗一场 却死在师父手里 赵志敬这时慌忙逃到后院 求亲了法王相救 法王自使留他仍有几分作用 虽不知小龙女武功深浅 自己一人也可使出双戒合璧 剑法已是既急速又精湛 法王难逃深中了一切 已是险下欢生 他收回金轮武身 不敢置出攻敌 霍都见状担心不已 却又对小龙女武功万分忌惮 不敢上去助他 只怂恿尹克喜和萧香子 猛听得砰砰一声震天大响 竟是全阵无死破关而出 列阵防御 不知道该帮哪一路 只在那小龙女剑法精妙 不然法王背后袭来 眼见着金轮必要将她砸死 突闪过一人影挡住那金轮 小龙女回头一撇 竟是尹志平 见她受的全是致命重伤 一刹那间满腔憎恨之心 进化成了怜悯之一 只要龙姑娘你平安无始 尹志平死不足惜 小龙女位之一正 尹志平知道对不起你 我罪无可恕 但是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这时猛的给她一言提醒 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 剑衣再起直出尹志平 全人无子一起来保护爱徒 金轮法王等见小龙女以一敌五 亚裔之余 想此事大大有力 正好旁观他们自相残杀 却见全人无子 使出闭关创出来的一招七星聚会 遇上小龙女神妙无方的变招 竟然占不得一点优势 法王等奶插手 依旧对一 忽然一高大身影降落 小龙女不禁一震 目光似那玫瑰花丛 正是过而到了 小龙女在众人包围之中 如同着了魔 法王袭来全然不知躲门 娇窃窃的身躯中 轮倒在杨过怀里 身受着万军之力 却甜甜一笑 二人百感交集 眼泪缓缓流下 忽然发现 孤儿左背长袖空荡荡 所以胜利垂危 却全不顾自己 只疯狂追问缘由 有一只手 一样可以抱着孤姑你 有道是庞弱无人 二人就在那无数高手 虎视眈眈之下 缠绵虎连 这时杨过只要带 姑姑离开此地 那肖乡子 一摸星自是不会答应 见杨过断臂 自以为胜的他 围绕杨过 玄体中间只顺手一挥 二人有如受千军之力 经备着一击 倒退数十丈 一改得意姿态 面容死挥 见杨过武功精进 金轮法王 却仍不依不挠 以金轮直冲杨过而来 杨过举起玄体中间一挡 两股内力 自两件兵刃上 传了出来 互相激荡 煞时之间 两人僵持不动 那杨过只单击一手 就能和自己多年修为 不相上下 事实 姑姑正服于杨过背上 听到杨过试了试 额尖汗水 当下伸手入怀 举出一枚玉风金针 缓缓往法王的左眼中刺去 法王蹬尸一波 差了内心 向后倒去数十米 围在地上 以权无抗拒之力 杨过正要一剑杀了法王 大尔巴却拼死 抢在他身前底力 杨过借其为人忠义 当下玄体界 一台放了二人 如今事已至死 只有小龙女轻欲之事未算 杨过知那尹之平 虽罪不可赦 却也拾救了姑姑一命 一时也不知 他该不该杀 犹豫之间 那尹之平 竟然自己夺了坚韧自闻 杨过和小龙女一时默然 恍惚世上有太多条条框框 将世间无数美好的恋情阻隔 自己当冲破这些愚昧世俗 那全真无子自食老顽固 文言为二人满是羞愧 而杨过偏偏看不过这群道士 欲是不可之事 欲是要为之 当即决定 和姑姑在重阳殿成亲 替那师祖婆婆林朝英出一口气 顺手携来孙伯二为之 威娜全真教终 轻开重阳殿 只带三人入殿去 点孙伯二学到 让他为婚礼做个见证 杨过姑姑 目光中深情无限 心中激动 真不知要怎样爱惜对方才好 随即许下海誓山盟 弟子杨过 与龙氏 真心相爱 此志不语 但愿生生世世 永为父父 固执如孙伯二脸色 也大为柔和 忽然 大殿屋顶一声猛响 落下一口巨冬 对准孙伯二的头顶直坠下来 同时 全真上下也冲进殿内 正要大开杀戒之时 突然 殿位奔进一个白须白发的老者 身后却跟进一大群蜜蜂 正是老顽童朱不通 杨过一时又惊又喜 趁机 携姑姑往那古墓而去 留下全真屋子 以火把驱风 那赵志庆 幻想不到师叔祖不恙 自己也自然是死路一条 周不通 把他关进大中之内 这时 全真教内 多人为御风遮伤 要师叔祖交出封疆救治 他心想 几个牛鼻子给风儿盯了几下 最多痛上半天 不会有性命之忧 这瓶宝贵的蜜蜜 可不能给人 就在闪躲之间 那小瓶却忽然落地 叫他中内的赵志庆抢了去 以这瓶小小的蜜蜜 要挟 企图逃得性命 周不通正一筹莫展 忽见五六只御风 飞进后殿 偏拿赵志庆打开封疆 忽然 方向四溢 拿御风果然嗡嗡数声 从中底的空隙中钻了进去 在外只听得赵志庆大声狂叫 身上也不知给刺了几百针 过了片刻 终于寄然无声 而小龙女和杨国此时已逃回古墓 在外面兜了一圈 却多带了个郭香回来 顿感重逢之温馨与满足 可小龙女却深重法王内伤 而杨国情花都未解 二人自知虽时日无多 却也只能在墓内快活余下时日 两人今日结成了眷属 长久来的心愿终于得偿 却都是暗自沉伤 悲苦不尽 两人都知道 小龙女受了这般重伤 击中了法王禁论重杂 又受全真无子合力不羁 她娇弱直驱 怕是不会再有几日 小龙女忽然想起一事 祖师婆婆房中 有一苗基箱子 里面是林朝英当年的嫁妆 后来她没嫁成 这些物事自然没用得了 揭开箱盖 国舰里面放着珠香凤冠 趁着龙儿梳妆间隙 杨国翻到箱底 只有一叠信杂 近是王冲阳写给林朝英的情书 杨国连读几封 信中说的都是兵骨金格之事 没音计涉及儿女私情 也无怪令祖师婆婆心冷了 可读到最后一封 杨国忽然变得兴奋起来 信中提到 韩玉床可以了治内伤 却又未曾提到具体方法 小龙女回忆上他师父的 却是那细度欧阳风 杨国学过那欧阳风的武功 直到那发功露书 忽然沉思了片刻 龙儿 你这次有救了 我们练的御女心经 顺行乃是治阴 但如果逆行的话 就是治阳 如果再配合韩玉床的独有功用 也许真的可以治好你内伤 杨国带龙儿 对坐在韩玉床上 一掌紧贴在他的掌上 助他将体内热气 引到韩玉床之上 好让姑姑利用内力 冲破体内 闭塞穴道 独死七天之后 乃可痊愈